香港的政治發展在未來的十多年會浮入政治的熱忠 即是雙普選是無謀的,所以林老爺將會是這個永久存在 所以香港時最重要的就是要推動整體社會的市民的訴求改變 令到這個新華主運動是可以追求一個高峰 是迫使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要作一個關於政策方面的徹底的改變 還回一個普選權給這個市民 所以如果香港市民好像過去二十年那樣 在民主黨的活動之下這個所謂溫和理性 用這個所謂賀協後共這個心態和這個模式去黑調民主的話 香港北京民主的希望人權、新聞自由、集會等等的自由 都會不斷萎縮和給這個淺淡 所以我覺得是時候香港市民要國城、人物量 就將這個贊銀擺在自己的身上 在來臨時區議會選舉的 我們當這個是一個新民主運動 我們不算計較那個議席的得失 因為過去二十多年民主派太著重那個輸贏和得失了 為了要贏取某個席位可以犧牲民主的認真 可以出賣這個良知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可以繼續 就是好像國際議員那樣去體選它 那應該是一個思想的改變 策略的改變 即是等同八多年前村都搞新法革命 如果八多年來武村中心推動這個革命的思想 中國可能仍然都是在這個本身統治之下 所以香港亦都是一樣 是時候作過全面的改革 我們應該要用另一個思維 另一個態度去爭取這個民主派 這個比較以致得失 你先講話 為主派何出一步 就是拖低它 我們都會主要的國民 除了剛才的為國政事 最後就是市民的選舉 市民如果支持我們的 我們會勝出 但這是一個很新的發展 一個去民主派看選舉 是很計較地區的莊博 和市民接不接受改變 是很計較、很計算的 是用一個功能思維去看問題 如果百多年前 孫中山是用功能思維去看問題 就不會有革命的思想 我們不是說一定會輸 可能我贏 可能我大比數勝出 所以說我要拖低何俊仁 我覺得這是廢話 你怎知道我不會贏 你們何俊仁贏的嗎 如果你何俊仁更多人支持 你怎麽說我會拖低你呢 所以我覺得這些樣術是很荒謬的 我們是給市民一個真正的選擇 過去二十年呢 民主派自己談好之後呢 就政治分贓的 民主黨也好 自己政治分贓了之後呢 市民只有兩個選擇 政府一個保皇黨 就是所謂泛民的代表 但是泛民的代表有些是出賣民主的 因為共同民主黨是出賣一些國家的泛民 很多市民不是很明白 什麽叫做泛民 泛民的成立呢 04年的泛民的成立 就是基於04年的選舉的政黨 就是07、08雙普選 08年成立泛民 就是爭取2012雙普選 這個是當時大家簽了的協議書 你是接受這個政黨呢 你才是可以聲稱是法民 當然是民主黨背棄了放棄了這個政綱 但是他無恥到呢 仍然聲稱自己是法民 所以我覺得很諷刺 和很荒謬的香港 就是一個政治綱號 是吧 明明那個人已經是背棄了那個原則的 但是他自己 就是仍然無恥到呢 說自己是勞主辦 跟一個基督徒 如果你的基督徒出賣了耶穌 他還說自己是基督徒 是吧 所以我覺得 希望這個 這個這次處理呢 能夠的香港是為0 不要給一些人的言論呢 是這個的欺騙 不要給一些詞句呢 聲稱自己是什麽呢 就好像自己是神聖 和好像自己是一個政治體的代表 其實去年 民主黨支持了這個候政黨的高度 和共產黨的密室政治達成決議呢 已經是一個極為無恥的行為 是出賣了六、八年的時候 市民投票的時候 他自己承諾 支持2012雙普選這個總統 他們經常說什麽 一人兩票 其實一人兩票是個編局 是吧 高能組別的選舉 你這個的 參加非議會那個議席 99%的選民 沒有權這個提名 沒有權參選的 是吧 和那個投票的歷是不同的 有些是三百幾萬人 選五個位 有些是百幾間公司 是支持一個候選人 所以整個制度是扭曲 和是偏頗 所以在這裏聲稱 一人兩票是個特區 我覺得這個是另一個編局 你們是民建盟B隊 這個是更加荒謬的說法 如果你說什麼B隊 何俊仁不能參選 你我選 何俊仁不是民建盟B隊 是吧 變成跟你一起參選 就說這個民建盟B隊 我覺得是很無恥的說法 還有是用這種術語 是用來蒙運過關 是吧 似是而非 那樣 如果你這麼怕競爭 你不如全部 不要選賬我們選 你可以支持我的 何俊仁可以支持我的 為什麼你不支持我呢 是吧 我們是給市民一個選擇 當我給市民一個選擇 那時候 你就說別人是這個B隊 那你和共產黨陌生政治 你是共產黨B隊 是不是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民主黨已經淪落到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令人覺得很失望 和很傷感的一個地步 我自己是民主黨創黨成員 是吧 我03年來民主黨 就覺得民主黨已經沒有了一個朝氣 沒有了一個為市民 為民主打拼那種干擾 好像為了一個議席 可以犧牲一切的 我覺得這個不是我最後的民主的道路 但是大家 你們真的要追擊民主黨 其實追擊有什麼差別 我們又不是追不追擊的 總之我們 有民建林的地區我們有人參選 有鄉舍的地區我們有人參選 有這個 有這個 鼠岳峰的地區我們有人參選 是吧 我們六十一個議席 就是暫時計劃了的 種種議席都有的 是吧 但是在某些地區 會和民主黨一起的 如果民主黨不願意和我們一起參選的話 怕這個 憑建聯或者保護港贏的 他沒有放棄 讓我們代表去參選 那你是否最激烈的 就是我 就是我覺得我 我叫同學典 同學典 他的區參選 就是將那個政治的訊息 清楚告訴香港市民 這個就是民主黨的主席 這個就是出賣這個 08年選舉政綱的罪魁禍首 因為當時 我去年親自打順了這個 是吧 我問他是不是 原本產黨或是政治 是不是支持這個被政改方的主席 他說是他主導這樣做 和他倡議這樣做 我立刻忍他電話 我說以後會就這樣 就是我覺得 作為一個民主派的黨主席 竟然可以在市民不知的情況之下 在你的選民 這個被弄騙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和共產黨關在一起 達成協議 出賣08年選舉的政綱 很多市民不太明白 改變這個態度的嚴重性 內議政制的最神聖 和最重要的原則 就是當你參選的時候 你有一個政綱 這個政綱 就是市民將他的權利 委託給你 這個委託 是一個很神聖的關係 跟你的婚姻一樣 是吧 就是你當初 山下海誓 你其後通姦 被人抓到 是吧 那你要離婚 有些人 這個政綱 違背的政綱 就等同政治通姦 你自己是放棄了 你的承諾 這個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 所以我覺得 我要透過這次選舉 要清楚告訴選民 這一次的政治發展 這個偽政改的方案 是一個罪行來的 是令到香港市民 未來那十多年的基本民主權利 會進一步被打壓 和被剝削 但是如果你說最後選民 都支持他們的 這個是香港人的決定 但是我認為我的責任 是要將這個政治的訊息 透過這一次選舉 很清楚地 向市民解釋 就是這一次 這個政治的改變 是必須要有一個新的發展 就算贏到你們的責任 和會標 都希望我們贏到 何春日贏不贏到 我覺得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 香港人民 知不知道 過去那一年 就是那個情況 因為主流傳媒很多 是沒有清楚解釋 我們這個人數 是吧 所以我們覺得 我們的責任 就是解釋給選民 誰輸贏 就像剛才我所說 我們覺得 選舉如果每一次都沒有 太過著重輸贏 而漠視了那個 民主的訴求的話 或者市民覺醒的重要性的話 我們是走過去二十幾年前 錯的道路而已 就是我們重新 組織這個組織 人民領略 是希望令香港的民主發展 有一條新的道路 有一條新的思維 這一次選舉 我們希望可以闖出到 一個新的環境 這個是我們現場 就是其中一個目的 但是如果你講到這樣的目的 的話 現在是不是還是挑戰 挑戰 還是打著這個問題 人民的政治意識 的覺醒是最重要的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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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後的理念 宣傳到 和使民的解釋 這個是最重要的 其實這樣會不會 民主黨投共 是誰 民主黨投共支持 是正當方 是益了習近平 益了共產黨 是不是 所以民主黨 跟民建民有什麼分別呢 是不是 所以你說 如果說之前 跟民主黨對選 支持 對選就是益了民建民 那叫民主黨 不要跟我對選 但是其實 現在講到就是 就是 你們要跟他們 整分選手的意識 但是其實 你們一直打著條 就是要他 給好那些票 令到你們 你是不是想不想 拖街 拖街 票沒得吐的了 他08年已經投了票 民主黨 民主黨已經出賣了選 那個已經是歷史 這次是市民 透過一個 新民主運動的推動 令到市民覺醒 他有一個新的意識 有一個新的理念 進行為這一切 如果他接受的 不支持我們 他不接受的 還未繼續支持其他的政黨 這個是人民的選擇 但是我們很希望 這個選擇 這個決擇 是在人民 在意識覺醒情況之下 作一個明智的決定 我想問一下 你現在不是想 就算投票 你也贏了 你叫走他少許票 就可以打他 為什麼說我叫走他的票 如果不是他叫走我的票 參選是自由的 如果他擔心我叫走他的票 他就沒有選 票不是他 那為什麼叫叫走 市民是自己 自由意識之後 決定怎麼投票 就是如果說 指責哪個叫走 哪個叫 我都是選人一道保育 就是叫什麼 那個選人是你的嗎 你覺得自己 我自己贏了 我都要你輸的 我想贏的 我選舉 我選舉有什麼 你又不想贏 我選了16次 我選了26年 每次選舉都是想贏的 當然 但是我不會因為要贏 而犧牲 好像民主黨那樣 犧牲那個原則 這個我不會做 所以我要讓市民知道 為了這個大原則 如果去認同這個大原則 認同這個前台 認同這個新民主運動的重要性 我就呼籲市民支持民 如果他認為我們是搞事 他認為民主黨投共 是一個合適 合理的做法 他就繼續支持民主黨 這個是一個自由的選擇 最後想問一下 你自己勝算的機會 逢親選舉 沒有說一定贏 沒有說一定輸 我選了20幾年 都經歷過很多的波浪 那我就一定會勝算機會 最後再想問一下 其實你們最主要的目標 如果港的衛票就是 我們就要幫它下去 新民主運動是市民的角色 新民主運動是市民 就回香港理論前途的發展 就回這個民主的發展 做一個明智的決定 人民力量是希望啟動 和帶動新的改變 如果市民期望新的改變 他們就應該支持人民的法國主任 那上將何將和帶動 沒有得拖不拖 這個是人民的決定 我又不覺得我拖不拖哪個落馬 他可以不選給我選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自由的選擇 選民是一個自由的投票的選擇 我覺得拖不拖哪個落馬 我覺得這個是將那個選舉扭曲 這個就是過去20幾年來 民主黨的選舉的概念 我覺得這個概念是錯的 市民要重新認清楚 代議政制的原意是什麼 民主選舉那個神聖的一面是怎麼樣 不可以繼續被人欺騙 繼續蒙魂過關 背棄自己的政綱 和共產黨密室政治 又再創造另一個政治編局 又說一人兩票是突破 我覺得這些方話太多了 你偏偏要和民主對壘呢 因為他是民主黨的主席 民主黨的主席 是就分這一次出賣選民 透過他最敷禍首 透過我和他的對選 可以建立到這個香港這個傳媒的聚焦 可以引起更多的討論和關注 令到那個事實可以擺出來給市民這個判斷 透過這次選舉 因為我和他的對選 將這個新民主運動的抗戀和理念 可以進一步給市民這個知道 好 謝謝大家